Hello大家好,我是Calvin 今天我看了冲哥最新的视频 最上心病狂的国盟洗地法 那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冲哥就抨击 有人呢就说 如果你不想要让这个伊斯兰党加入团结政府的话 那么你应该要在苏奈巴卡的补选上面呢 把票投给伊斯兰党 因为只有伊斯兰党赢下了这个选区呢 他们才会更加有信心 坚定不移的相信 伊斯兰党依然强大 伊斯兰党不需要成为安华的小弟 只要我等待这个时机 终有一天呢 由于这个马来人的比例会越来越多 那我还是可以拿得下这一个江山的 我们先不说到 这到底是不是一个丧心病狂的论述啦 这个交给大家来评判 我们就纯粹探讨一下 到底伊斯兰党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 才会加入团结政府 成为安华的小弟 因为如果你不站在伊斯兰党的角度来讨论的话 其实一切的东西呢 纯粹就是现象论证 或者是一片概全而已 那你假设一下 假设今天你是哈迪阿旺 虽然这个有点恶心 不过你还是要假设 你是伊斯兰党 你要判断你到底要不要成为安华的小弟 到底会有具备怎样子的条件 才能够说服你自己 还有众多伊斯兰党的这一个党员 让你成为安华的小弟 对不对 那我觉得如果是伊斯兰党的领袖 他要加入这一个团结政府 他必然一定会跟安华开出两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少了一个伊斯兰党都是不会去当安华的小弟的 那第一个 这个条件呢 对于伊斯兰党来讲 他们可能认为有这个条件 安华肯定得答应我 就是你们团结政府目前的选举模式 我非常的喜欢迎者守土 这个一定要保留 我那43个国会议席 还有在北马四周的州议席 你们全部不能够碰 不能够上阵 我要自己打 我要吃完 毒肥 OK 那这个原则 听起来安华好像有可能答应 对不对 毕竟现在团结政府的选举框架就是这样 但是我告诉你 实际上还是很难的 因为就算安华想答应 旁边的阿末扎西 还有他的整个巫统呢 都会跟你敲桌子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没有伊斯兰党在政府的框架底下 国阵巫统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来的 因为这一个选举模式有两条原则 第一就是赢者守土 第二就是第二高票的人上阵 就是如果团结政府里面没有赢家 那第二高票上一次选举输掉的那一个政党 就能够代表团结政府来上阵 所以哪怕巫统现在输到非常的惨 但是他还可以卖梦给他的这一些党员还有庄教 就是我们依然有最大的上升权利 你们在北马四周只要继续帮我巫统开疆拓土 总有一天你能够得到你应该要得到的果实 但是如果今天伊斯兰党加入进来 这一条原则马上会成为巫统的夺命的这一个武器 对不对 因为伊斯兰党一进来 北马四周的巫统我跟你讲 全部呢武功自费 直接不用跟巫统一起玩了 他们自己马上就会知道 跟着巫统在北马四周绝对不会有出头热 我还不如调嘲去当伊斯兰党 成为伊斯兰党的小弟更加好 所以巫统不会答应这一个条件的 也因此安华很难跟伊斯兰党达成一模一样 团结政府现有的选举模式 那第一个条件就已经很难过了 还有第二个条件是更加苛刻的条件 如果你是伊斯兰党 第二个条件你肯定会要求安华把行动党排除在外 让行动党下野 我来加入这个政府 成为替代行动党的国会议席的数量 表面上数学来看好像也行得通 对不对 因为行动党只有40个国会议席 而伊斯兰党拥有43个国会议席 没有行动党的政府 看起来好像已经掌握了绝对的 这个三分之二 148张票的这个优势 看起来也好像行得通 可是你仔细想一想一个问题 我认为安华是不会在这个时间点抛弃行动党的 原因也不是因为什么 情怀我们一起并肩作战了二十几年 并不是这样 政治上如果我们只看利益的话 你不能够单看现有的这个数字 伊斯兰党代替行动党 安华会变得更加强大 你还要看的是未来的这一个选举 安华还有他的公正党会面对怎么样子的挑战 大家要知道公正党在马来选区超过60%以上的这一个马来选区 基本上是很难赢的 或者是他就算赢也是赢得勉勉强强 有很大的挑战 而且这个还是在行动党在政府的框架底下 他赢得非常的勉强 所以如果没有行动党 下一届全国大选 公正党现在的那一些选区 他会面对的直接竞争对手 会不会就是行动党呢 大概率是会的 因为行动党的这些选区 都是在这一个混合选区 以及这个马来人占比比较少的这个非马来选区 所以公正党如果要直接面对行动党 基本上安华的这一个国会议席 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下滑 公正党很有可能会加速死亡的 而且你不要认为没有行动党 安华就能够拿到更多的马来选票 就算是这样 秉持着刚刚我讲的 团结政府的这一个选举模式的原则 赢者守土 伊斯兰党在北马四周那些马来比例 占比超过70%以上的选区 他是不可能会让给你的 所以你安华的公正党 就只能够去根源这一个所谓的混合选区 而且公正党也理应 是这一个团结政府混合选区的这一个 去竞争的那一个人 你不可能让伊斯兰党让巫统去竞争混合选区的 所以公正党在没有行动党的这一个帮助跟合作下 他很有可能会直接完蛋的 因此从利益的角度来讲 安华是不可能为了让伊斯兰党加入团结政府 把行动党排除在外的 所以你听完整个东西过后 你是不是就会觉得 其实伊斯兰党是否要加入 这一个团结政府跟这个苏埃巴卡选举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直接关系的 关键点就在于我刚刚讲的那两个条件 而这两个条件基本上来讲 安华都是没有办法满足伊斯兰党的嘛 左边有巫统的顾忌 右边呢 有这一个行动党的这一个顾虑 所以你怎样让这一个伊斯兰党加入 这一个团结政府 是基本上来讲很难很难很难 大概率是不会发生的事情 哪怕苏埃巴卡伊斯兰党输了 只要我刚刚讲的那两个条件 没有办法满足到他们 他们是不会心甘情愿来当安华的小弟的 因为如果有行动党的这一个情况下 伊斯兰党要怎样跟他的这一个支持者交代 哪怕他手中有30%的这一个铁杆支持者 能够接受行动党 但是你不要忘记 剩下40%的这一个马来选民 原本是巫统的支持者来的 而且就算伊斯兰党被安华收编 你不要忘记外面还有一个土团党是在野党 是马来政党来的 所以伊斯兰党现在有的优势 如果他加入团结政府 那40个百分比的马来选民会不会因此而抛弃 伊斯兰党转而把他们的情怀跟选票 压在土团党这一个马来在野党上面呢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可能会的 毕竟土团党也是巫统分裂出来的这一个产物来的嘛 所以对于现有的那些马来选民 我讲的是那40%非伊斯兰党的坚定支持者 纯粹就是民族主义 或者是不想要有行动党的马来选民 他大概率是会把票投给这一个土团党的 当然前提是土团党也不能够跟行动党合作 所以大家看到了吗 关键点根本就不在于苏埃巴卡这一场选举 伊斯兰党到底能不能够赢下来 总结 在这一场补选我们依然要坚定不移的拒绝伊斯兰党 因为只有拒绝伊斯兰党 他们才有可能会去顾虑你非穆斯林的这一个想法 短时间里面 伊斯兰党都是不可能单靠单一的马来选票来当上政府的 所以他只有在这一条路上碰到这一个墙壁 撞墙了 他才有机会踩下刹车 来回头看一看到底我们要怎样 让非穆斯林不要这么讨厌我们 相反的 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把票投给伊斯兰党 其实恰恰是一个诅咒为虐的这一个行为 伊斯兰党会觉得 哇 非穆斯林都可以支持我 现在我做的东西 他们竟然可以接受 还把票投给我 哇 这么蠢的这一个选民 没问题 接下来我可以放开双手 大胆的干 有多伊斯兰就多伊斯兰 有多极端就有多极端 反正你们华人还是会把票投给我的吗 你们想要以毒攻毒 但是你们这样子的想法恰恰天真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